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领导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新推出 东北国收入新推出的线上课程 12天反转债权市场 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五课 重投债及地方融合平台的投资价值 众所周知啊 这个战争市场的投资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民主的一个非常 有点俗成的一个说法 叫重投信仰 也就是说呢 重投债是这个基本上 不会出现这种纬约风险 是一种非常坚定的 这种信用投资的一种圈奏 具体什么是重投债 以及呢 这个地方融资平台 投资价值一个分析呢 是我们最近一个关注的重点 因为呢 这个重投信仰在最近的时期 还出现了一次动摇 所以呢 我们这一期的报告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要找这个重投债 以及地方政府平台 投资价值的相关内容的一个分析 并且呢 会对这个重投债 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后期的这个转型的一个方向呢 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分析和探讨 我们呢 将会从四个方面 对这个标题的内容呢 进行一个分析 首先呢 我们会对重投债呢 进行一个感触 然后呢 我们会关注重投债的发展 以及监管动向 第三呢 我们会对这个重投债 投资价值呢 进行相关的分析 第四呢 就是重投债发展的一个路径探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对这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相关内容呢 也进行一个 就是融在其中的一个分析 因为两者是相不相承 不可多缺 首先呢 第一部分呢 是重投债的一个概述 由重投债的界定 重投债的来由 和重投债的发行条件 三个内容呢 构成的 我们一个部分 一部分来说 同投债呢 按照定义来讲 是隶属于企业债券 所以它的分类当中呢 是属于企业债 这大分类 是专门的 地方投资融资平台呢 作为这个发行主体 公开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议 所以它的这个定位呢 一般都是企业债和中票 其主页呢 作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或者是公益性质的项目 因此呢 我们这个定义当中呢 可以解答出这个六打因素 性质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准市政债 具有工业性质的理由 市政项目 市政项目 产出品呢 一般是为公益产品 发行的人呢 一般都是地方的融资平台 资金流向呢 一般是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建项目 包括这个电力热利啊 然后还有这个管囊啊 然后还有这个交通啊 等等这一些 然后呢 还有一些是工艺性项目 第四呢 就是项目的特征 投资的回收期的较长 项目的收益呢 相对较低 容易呢 出现了 对付的一些风险 尤其是近期出现的问题 政策倾钱呢 是隐形担保 开发许可 以及税收的优惠 因为呢 这一点呢 它项目的特征呢 是相互相成的 之所以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重点就是由于这个 成都债近期的这种 成都风险 不断加强 这个地方 这般政府债券的这个 风险 在不断上升 这个原因的所致 误缺的解读呢 就是成都债和地方政府的 其关联程度呢 很容易使这个 投资者 带有地方政府 或作为成都债 最后保证人 一个误区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成都债和地方政府债 并非是一个投资战 根据中华联合国 担保法的官规定呢 除国务院批准外 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呢 都不得成为 相关这个债券的保证人 即便呢 成都债带有魔路性质 地方政府的一个 隐性担保 但是这种担保呢 并不具责法律相连 地方政府是否能够承担呢 这个保证呢 取决于地方政府的 能力 以及相关的意愿 整体来看的话 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的 一个来由 来由呢 我们这个数据角度来说呢 是根源于这个 地方财政体制的 一个不合理 这个 特别是 东央和地方的财政 收入的一个对比 我们从图画上 不能够看得出来 在94年左右的时候呢 采取了一个 分税制的改革 自此之后呢 城口债底 由此而应用而生 94年是一个 它在这 描作图当中 演出94年 是这个分税制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变动 一个变动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城口债的 这个发行的条件 呃 重点呢 它说不到了脸部 这个 尽管的 还有这个相关的法律 一部呢 是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十二条 或十六条 还有一个是 发改财经 2008的七号文 它会 就对于这个 发行债券 发行成功债的 这个企业规模啊 还有财务的情况啊 还有这个 经济效益啊 等等 这些公司的净资产啊 然后呃 债券总额啊 还有这个 重击到达资金的方向啊 还有累计的这个 债券余额啊 以及这个 最近三年的一个 违规法的一个情况呢 都做了相关的分析 都对相关的一个 规定和说明 好 我们在明西的这个 城口债来游 来游 在原去脉之后呢 第二个我需要关注的点 就是重击债的一个 发展以及监管的相关动向 我们将会呢 关注它的一个 发展历程 监管的动向 以及信用风险 相关事件的一个 呃 一个区域里的 一个推进的一个情况 人第一个呢 是重击债的一个 发展历程 那么这个重击债的 发展规模呢 以及七处 呃 基本上是随人于 2005年 一直到2017年 经历到这种 一个大幅的一个变化 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 在这个05年到08年之间呢 它实现了一个 首次的一个增长 特别是在 07-08年 是一个飞跃式增长 这一年呢 主要是由于这个 财政扶持 金融创新展现 这个增资 增性的方式呢 从出不穷 也同时也受到了这个 呃 08年四万级 这个投资的一个 一个作用 而在这个09年呢 呃 第一次这种监管 那种强化呢 出现了一种回落 而11年的时候呢 又再一次形成了一个增长 这一年呢 主要是由于发规委 集中或者的2011年 积压停桌债 是停桌债呢 呃 创造了一个 新高的一个回升 然后13年的时候呢 是监管收紧的第二次收紧 是它这个数据 呃 有一个明显的下行 呃 在这个监管是 第二次收紧之后呢 我们发现在014年 又有一个大幅上行 这一次呢 主要是发改委支持 企业债券 资金用于棚改 这个项目所促进的 而自此之后呢 它这个波动的幅度呢 所以是更为剧烈 一年升一年减 一年升一年减 一年减 15年的时候呢 这个监管再次收紧 然后它又有一个进行 一个大幅一个下行 然后16年的时候呢 又开始上升 主要是网易财商政策呢 推动了这个融资平台的市场化 而17年的时候呢 又实现一个大幅下降 政策导向呢 沿监管送风险 而近年来看的话呢 很多债 尤其这个近期有 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它的发展呢 还不是很好 但下半年的话 随着这个 宽稀用的政策逐渐的形成呢 而且是也有一个戏剧的一个动力 即便出现了一点 这个债券违约风险的一个事件的出现 但是呢整体呢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这是简要的介绍了重头债 发展的一系列的一个历程 它的监管动向呢 主要是涉及到了 这么几号文的一个规定 首先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隐性管理的意见 是国发2014年的43号文 提出了这个 输赌结合 分清责任规范管理等等 实现了借用还想统一的领政策 然后其次呢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城镇棚护区区和城乡 微防改造 以及配套基础修实建设的关系规定 国发的37号文 但其中呢明确公告 今后呢不再承担 政府融资智能的前提下 作为实施主体承接防改任务 把这个呢都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呃报告当中 看见我们书里的这个 逻辑当中 它每一次监管的一次加强收紧 导致了它的这个威膜这个下行或上升 呃与之也是就是相配合 相相匹配的那种过程 可以说呢这个监管这个作用呢 呃是大 就是对它的一个影响是越来越强 而且呢是 呃它一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大幅上行的 后期监管就会就会一定的收缩 所以在后几年 特别是14年到18年 我们发现它的这种波动性的 是越发的明显 一年高年低这种周期性的波动 也是非常的 越来越呈现一种规律 嗯 后期呢16年 我们看到这个印发的政府 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处置指南的通知 以及这个17年进一步规范 地方举债融资的通知 等等一系列呢 都对于监管 呃不断进行相关的情况 嗯 像这个这是17年的 才关于坚决制止 以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名义 违反违规的融资通知 然后还有这个18年 就是近期 进步的这个市领地方政府 蓬护区 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 整体而言呢 从这个这个风险的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呢 成头发动的实质违约事件较少 成头债呢 风险相对可控 但随着近年呢 这个严监管的不断强化 成头债违约的风险值得关注 因此呢 我们梳理了一下 从11年一直到18年之间 大型的成头债 这个相关的一些事件 呃没有实质上的这种违约 基本上是违约 所以也能够更为一种成头信仰嘛 呃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 这种呃 颜监管的作用 特别是在我们发现14年之后 141618之类的这个现象 预发的明显 还有包括我们近期18年出现的这个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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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冰团的这个重头债的违约 就不叫有违约吧 就支撑冰团 冰团的这个重头债的这个相关的 对付互相困难的一些事件 都这个动摇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种 这种重头信仰的这个坚定性 所以呢 这个重头债的违约事件呢 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关注 呃 呃研究了越来越深的一个话题 一个课题 而我们呃 呃 究其这个原因呢 重头债违约的一个风险 我们进行分析的话呢 呃以2018年天津市政开发这个现象为例 就是一三金头金 冰投债来说的话呢 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呢 主营业务这个 盈利相对界差 是引发的一个呃 原因之一 同时呢 呃 监管监控地方债务问题 呃也对他呢 产生相关的一个影响 虽然呢 这个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最终将债务补上 但却带来了这个成头债的一个信用危机 包括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 就近期这个炒的比较热了 这个冰团违约这些事件呢 也都呈现出来这个更多的违约的一个风险 在分析完了这个成头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基础内容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进一步关注的就是成头债这个投资价值的一个分析 呃 因为呢 虽然说这个相对而言 成头债这个信用危险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能在增强 但是相对于其他产权来讲的话 它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做的一个方向 从08年的下半年来看的话呢 呃 各大这个机构呢 对于这个成头债的这个投资的热情呢 并没有减少 但是如何进行这种成头债的选择 以及如何对这个地方政府债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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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成头债的投资价值进行一个界定 呃 这些标准的选取呢 呃 其实啊 还是需要一定一定的这个对之前那个 它的一个走势 还有相关因素的一个梳理 不能得出 呃 我们呢 呃 会选择那个成头债的优劣这个评判指标体系 构建这个体系 同时呢 呃 会对这个成头债的投资价值的一个选择 并且最后做一个分析 呃 再用这样一个框架呢 来完成这个成头债的投资价值分析 这么一个体系 首先呢 我们整理了一个呃 从头债优劣评判的一个相对体系的一个表 呃 分成了这种三级的科目 从地方政府的资质啊 发行主体的资质啊 增性的一个情况 啊 还有这个地方政府资质当中需要昏注的一些 呃 二级的一些点 比如说整体的经济情况啊 负债的情况啊 政府意愿啊 还有主体的这个二级科目经营情况啊 财务情况啊 啊 外部增信啊等等 以及呢 最后我们这个 关注到的一个细节的 就是细分的三级科目 呃 包括就是可以能够量化 啊 人均低下的GDP啊 啊 估计增加值啊 财政收入啊 呃 业务的可持续性的啊 资产负债率啊 还有这个信用评价等等 一系列的体系 呃 我们通过关注这些因素呢 来进而对 这几个大方面 甚至于说是最后构成了这个信用评价体系的一个重点 在城投债的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按照 人们认为呢 这个收益率呢 大于行政级别 大于城投债项目经营情况 大于地方政府这个经济状况 大于城投债的增进情况 大于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及医院的方式呢 进行城投债的一个筛选 因为呢 收益率呢 这个最优收益率相对来说呢 是基于偿付风险很小的一个判断 而行政级别呢 则意味着更多多用的资源 从趋势上看呢 未来省级这个城投的重要性呢 给它逐步的增强 同时呢 城投债所有主项的 项目这个运营是否良好呢 呃 就是经营良好的这个项目 这个城投债的项目呢 可以自负盈亏 凭借着这个项目自身呢 便可以还本复息 因此效应好 好的城投债项目呢 可以较好地避免 一个债五月的风险 是在购买城投债时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呢 地方政府的状况 是否良好 这个也是后面反映了 当地这个资金运营的模式 而城投债是否有增性 就是其中包括外部增性 和内部增性 这两种的方式 呃 还有这个 它的一个信用评级的一个水平 也都反映了 它的这个 投资价值的一个 可用性 最后呢 我们是关注这个 地方政府财政的情况 是否良好 因为呢 地方政府这个 能力一远 兼具的时候 才能考虑代偿的一个问题 虽然说呢 这个法规的问题 使地方政府无需代偿 但是呢 这种隐性担保呢 仍然是它的这个 投资价值 显现的一个重要点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地方政府 并没有太好 它的财力 并不是太好的话呢 这个地区的投资价 其实大家认为它的价值呢 也相对较弱 那这几种方法 一个界定之下呢 我们就是这个 这些个 这几个方法 我们分别画了一些图 去关注 像这个抽益率的一个变动 还有不同行政级别的发行量的一个情况 包括不同主体的 不同行政级别下的一个数量 然后呢 还有这个信用利差的一个均值 我们呢 把全国这些重要的省市 然后进行了一个分析 然后呢 筛选出了 青海 甘肃 洪南 四川 辽宁 内蒙古 贵州 黑龙江 吉林 这几个水平相对较弱的这个手势 然后呢 进一步关注了地区的这个 人均GDP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呢 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呢 信用利差的均值呢 基本位于或接近100到200的一个行列 然后呢 各地的这个地方政府预算的情况 还有地方政府债财务份的单列表 等等 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些要点 以及呢 这个项目收益的一个状况 我们通过呢 关注这几个在那个表格当中 体现的这个数据 资产扶债率 嗯 劳务 现金比偿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清智市场规模 在这后 就是这个水平比较弱的这些个少数 一些公司呢 进行了一个再次的排列 项目收益的一个效应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分别对这个像吉林省的重头情况 清海 甘肃 湖南 四川 辽宁 内蒙古 贵州 黑龙江和吉林 做了一个分别的 对他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区呢 这个重头债的情况呢 做了一个汇动 重头债的投资价值 整体来看的话呢 我们认为呢 这个在共同点来说呢 资产负债率普遍偏高 多数超过70% 反映成多债 债务水平过高 这是一个压力 同时呢 金利润呢 这个较低 部分为负利润 反映成头平台 经营效益不佳 第三呢 存需的期限到期 到期的情况下 多数成台 成头平台呢 三年内 存在到期的一个债券 且到期债负价 债券余额高于 公司的净利润的情况 第四呢 就是成头债最新的这个 级别评级和发行人 多处于两位和两位家 经济水平呢 并不能反映公司的经济情况 第五绝大多数的平台呢 依赖地方政府的扶持 因此呢 我们 对此呢 提出相关的建议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认为成头信仰 在什么会打破? 但是呢 成头债的良有不一 成头债面临分化 去具体的情况去分析 在后期呢 对于这个成头债的价值 评价 这个分析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建议是按照 我们刚才所说的 收益率大于行政级别 大于政府 成头债 项目经营情况 地方 经济状况 这个成头债增性情况 地方政府债 财政实力 以及亿元的方式 成头债的一个相关筛选 这边这个表呢 也是我们通过这个筛选之后呢 排不出来的一个顺序 清海甘肃湖 要高于四川辽宁内蒙古 再高于贵州 可以浓降和激励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第四部分呢 就是我们对于成头债 发展路径的一个探讨 因为呢 成头债呢 它是有基本的一种 传统的一个业务 当时呢 当然呢 随着这个传统业务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同时经济 还逐渐走落了一个情况呢 成头债平台呢 也在谋求这种 转型的一个路径 同时呢 由于它这种转型 从有的这些成头平台呢 实际 它的这个 即便是做了那些转型 但是它的实际内容的话 仍然是传统业务 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 也会迷惑投资者 因此呢 我们对它的传统业务 和转型的路径呢 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探讨 原理来说呢 成头平台的传统业务呢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土地的一级开发 第二个呢 是基础建设施的一个带建 和一级开发呢 是由政府或授权委托的企业 对一定区域内的这个 是国有土地 或乡村基地土地 进行统一的征地 安置补传 土地带到三通一平 三五通一平 七通一平的建设条 建之后呢 会对其有偿的出让 或者是转让 而这个基础设施带建呢 又分成三种模式 这个委托带建模式 还有BT模式 还有PPP模式 这不同的模式呢 基本的都是 维要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后续一个发展 进行运作的 而相对来说的话呢 层头平台后期的转型路件呢 可以分成这个四大平台 一个呢 是公用事业平台 一个是安置房 房地产业人物的一个拓展 还有呢 就是金控类平台 以及多元化的这个运营 和控股 和投资控股类公司 这四个角度 公用事业平台当中呢 这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呢 由传统的土地区开发 及接触出代建呢 逐步拓展到参与 城市公用事业 和其他的国有企业的管理 运营当中 而这个安置房呢 以及房地产业的拓展呢 主要是希望呢 它能够拓展到房地产开发 以及物业管理 其发展最初的阶段呢 主要拓展到安置房的建设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逐渐涵盖房地区 以及商业房的一个开发 就是它后期希望它能够 踏入到这个平台的 一个转型路径 而金库平台呢 地方政府金融平台呢 脱胎于政府机构 同时呢 以股权为纽带 处理市场关系 将金融资本呢 进行了一个市场化的运作 使得了区域内的这个资金流通呢 更有效力 金融部门的协同作用呢 会更加明显 为对当地的这个 产业的成长 居民生活呢 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 金库的平台呢 通常会涵盖 银行啊 证券啊 信托啊 期货啊 小要贷款啊 然后融资租赁等 主要的金融领域 所以说它向这种 金库的平台的转移呢 其实是有助于发展金融体系 最后呢 就是多元化的运营 或控股 这个投资控股类平台 这个呢 也是目前最新起的一个平台 以这种投资运啊 项目建设和融资 产业整合 资产管理等为目的 所形成的国有投资公司 该类公司呢 分别在省市区 各种行政层级上呢 一般本身不开展实体业务 而只是作为这种投资控股方 组织推动下属的这种 选资控股或仓库企业 开展的金融相关的金融活动 这几个方向呢 都是后期转型的一个 主要的方向 也是呃 成投债呢 就是实现一个继续完善 完善它的这种成投信仰 需要必经的一个方向 就算是必经之路吧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成投债 以及地方融资平台 这个投资价值的一个相关分析 呃 算是一个抛针有益的过程 后期呢我们会对这个成投债 和地方融资平台这个 呃 相关的 呃 具体化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方式呢 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一个 剖析 然后会推出系列的课程 那这次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